包括就南北关系和重启对话交换意见 另外韩方还会要求释放此前被朝鲜方面扣留的八百延安号渔船及四名船员 全人则与金氧舰的会晤也是自去年二月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 朝韩政府高级官间的首次会晤 间的观察人士认为 围绕韩国前总统秦大宗逝世后的调研活动 朝韩双方都释放出了缓和关系的善意 并采取了一定的实际措施 葬礼外交成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新的契机 从朝鲜宣布派团前往韩国调研 朝韩官员曾经一直坚持不会会面 但是随着调研团访问的深入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朝鲜中央通讯社20号报道 受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委派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济南为团长的朝鲜特使调研团 将于21号至22号访问首尔 调研已故韩国前总统金大中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千海诚随后表示 韩国政府从尊重已属心愿和考虑南北关系的角度出发 接受特使调研团来函 但韩国政府官员没有与调研团会面的安排 韩国政府也没有收到朝方有关同韩国官员会面的请求 千海诚21号再次表示 朝鲜调研团没有与韩国政府官员会面的计划和安排 21号朝鲜调研团抵达首尔 韩国统一部次官洪梁浩等人前往机场迎接 朝鲜调研团疫情随后携带金正日敬献的花圈 前往金大中正式灵堂调研 随后与韩国朝野议员进行了简短的座谈 对于记者此次来韩是否有会见计划的提问 金济南说 此行是为悼念故人而来 为了民族和解和南北关系的改善 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韩国方面则坚称 没有安排调研团会晤韩国政府官员 但暗示可能接受朝方提出的会面要求 21号晚 调研团疫情与韩国前统一部长官林东元等 韩方人士共进晚餐 据报道 朝方在席间强调了金正日特使的身份 并表示 为了了解韩方改善南北关系的诚意 愿意与韩方进行广泛接触 21号 韩国统一部官员宣布 同一部长官玄仁泽22号上午 与朝鲜调研团会面 那么韩朝官方代表终于见面了 从朝鲜宣布要派调研团开始 双方是否举行官方会谈 都是外界关注的交点 就此话题 我们马上请进本台评论员刘江颖先生 刘先生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好 我记得之前您一直认为 双方官方代表肯定会举行会晤 那么您是根据什么做出这种判断的呢 我想事物是什么处杂的 我们不能只听表面上在事前的一些通报 我们要看大局 同时呢 要了解细节 那么大局是什么 就是在克林顿访问朝鲜之后 我们看到 那么韩国的现代会长也访问了朝鲜 那么朝鲜不断的释放出一些善意 希望能够缓和南美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呢 这次虽然是一个调研外交 但是呢 它意义非常 所以练靠到哪里 会认为哪里